去年台灣農產品三番兩次被中國打壓禁止進口 這回又一次以藉殼蟲為由封殺台灣芒果 不過這次影響不大 因為果農學乖了 目前我們還是會怕 因為這幾年狀況 在銷售到大陸比較多的一個阻礙 前幾年我們就會擔心說 是不是可能沒辦法出口 那我們已經就是有開始在做準備的動作 早有預料中國市場的不穩定 果農近年將外銷主力轉向日本韓國 以外銷價格來看 到中國的芒果價格最低 每頓只有1823美元 外銷到日本最高 每頓約7930美元 韓國每頓也有6000多美元 價格更好落差將近3到4倍 農業部長陳吉仲也在臉書發文 提到這幾年農業部一直努力 不要讓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以農產品外銷中國金額占比來看 從2018年23.2% 2022年幾乎降了一半 今年1到7月更是只剩9% 就是為了防範中國動不動以傷逼陣 但面對又一次的打壓 卻有人靜悄悄 當中國一再片面中斷農產品輸入 損害臺灣農民利益的同時 卻完全沒有看到柯文哲跟侯友一向 中國政府表達抗議 難道說柯侯兩人認同這種做法嗎 還是出於害怕 只好犧牲臺灣農民的權利 以經貿手段進行政治打壓 恐怕只會讓臺灣人徒增對中國的反感 三零既然江博 也可不賢朱俊傑 綜合報導